179 星島日報 無緻隱瞞有菌居民 《我想搬》 2015年7月14日港民A04 啟程 除了驗出食水含源量超標 政府昨日更宣布從啟程 滿程流的水釀本中驗出退伍軍人症病菌 令啟程 的居民更添憂心和憤怒 不少受訪居民怒斥政府5月份已知道有退伍軍人症病菌 但遲遲不公佈 而跟進速度亦不理想 滿程流的居民開始不敢用自來水洗澡 甚至盲生搬遷的想法 淚水氣未夠安全買水飲又受訪的啟程 H. 滿程流居民說 那些退伍軍人症原來在5月份已經肯以度發現虛 A. 但我 現在才知道 不少居民除了不滿政府 5月接報後作入才公佈有病菌 亦紛紛對新建復 H. 接二連三出現問題感驚訝 期望政府各部門不再互相謝責 要盡快積極跟進 同樣住在滿程流並若有一名小孩的林太表示擔心 更認為住在此處好大壓力 她稱只想過安定的生活 但認為政府處理反應太慢 令事件混亂貧生 期望政府盡快將事件處理好 林太原本已在家中安裝雷水氣 但出事後寧願買水用 她的丈夫得知樓宇宗嚴出退伍軍人症病菌後 怕孩子的健康受威脅 更希望搬離屋 H. 但林太表示 屋企怎樣都要回 同樣肉有一名小孩的唐小姐表示 很憤怒 且激到想哭 認為政府昨日的宣布太遲 加上派水仍然不足 唐小姐至日前得知屋 H. 水量本含完後 每日水不停上下流混水 煲完水又要等 現在吃飯 洗澡都變得很麻煩 唐小姐更表示大廈落成兩年政府都竟然無發現問題 無論如何都要追討 並速政府盡快解決問題 此外 已有居民開始對地下水和津莊水都不放心 甚至考慮到親友家洗澡 危及孩子也太激到想哭年居93歲的坦白白住在滿程樓高層單位 說自從飲用者屁受煙 有頭痛 未知是否跟退伍軍人症有關 並將求診 但本身是一名抗日退伍軍人的坦白面對今次的食看風暴 坦然表示無得擔心這麼多 打仗我都未驚過 她表示自公布 內食水含完後已開始一買兩三瓶大支瓶裝水飲用 由於坦白沒有煮飯的習慣 則更提醒她不要在屋 附近的餐廳吃飯 寧願多花點淺到較遠的油麻地進餐 本部機者 寧願多花點淺著回來 用空袋的散接手 寧願多花點淺炒手